其实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怎么戴项链可以让我们看起来更加分 因为我前两天才看到有个女生 就是你能明显的看到她的样子是 打扮得很精致 收拾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出的门 但是她那天前穿了一个船领 就是可能领口开了高一点点 然后带了一个珍珠项链 刚好是卡在她脖子跟领口上面一点的位置 我就会觉得把脖子分成了几个分割线 想要凸显精致但反而显得啰嗦 所以我今天要打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在穿不同领口的衣服的时候 我的项链是怎么戴的 然后第一个呢我在穿衬衫的时候 像这种V领的话我会习惯性的戴圆领的 就是戴圆的项链 你比如说像这种颈圈项链 我都会习惯性的你看 你的习惯性戴在这 你知道我当时其实在戴这个项链去参加婚礼的时候 我们同行的闺蜜团 他就跟我说这几圈我就挂在那我就挺臭 那你戴就是挺好看的 我其实每一次只要是穿那种V领的单品的时候 我都会习惯性戴一个圆一点点的项链 其实他这样戴完之后的形状会让我们感觉有一点点设计点 有一点点存在感对吧 但这个戴法比较适合的就是偏短头发一点点 如果咱们没有这种颈圈项链的话 那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单品换成这种珍珠项链 小一点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戴上去一定是圆的 就是 你看 就他戴上去的形状刚好是卡在这里 是比较好看的对吧 我一般穿想圆领的时候或者T恤的时候呢 我会习惯性的戴V领的项链 戴掉坠的这种 因为你也不要他太大 我就刚刚卡在这里 你看 他的这个层次感会更能秤出来 对吧 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领口 其实我们不同的项链 它最合适的位置就是不超过我们的锁骨窝 除非你戴着毛衣链 但是毛衣链它其实最上面的那一层 它也是不超过我们的锁骨窝 这个维度看起来才会更精绪 这好像卖猪宝 只要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看 因为你这样子戴 其实说实话有个点 就是大家可能会在这个习惯性的戴一个 比如说圆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眼还挺好看 不是就是 其实你戴圆的也OK 但是它很容易称 你看 其实大家很习惯性的 会戴的一种方式就是 项链跟衣服中间会有个分割层 一般在戴这项链的时候呢 控制的维度就是在你锁骨三个手指这里 这个是最好的 你如果再往上吧 有一点太 你看太短 然后再太往下吧 人的比例就会怪 所以尽可能就在锁骨三个手指的这个位置 比较合适 戴的项链呢 尽可能就是有这种挂坠感 就是你真的把它锤成V的感觉 这样会更稳重 就不会说整个戴的太轻飘 然后还有就是一般圆链 如果是底色是黑色的话 我也会习惯性的戴毛衣链 但毛衣链哦 我一般戴的位置呢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最底下的这个东西 就是最底下的这个链子的长度 是在位的地方 然后最上面的这个呢 是在我们胸线中间的这个勾的地方 如果你是胸位比较大 你就再把这个链子往上 但是这个链子不能是这样子 两胸中间就是位的地方 这个是比较容易显高的位置 你看就是很能衬出来啊 带圆链加毛衣链的长度 然后接下来就像这种小方领的衣服 其实这种一般会比较偏法式一点 或者是我们在穿那种 呃今年的那种偏法式一点的连衣裙啊 什么的 其实我一般在这种领子上面 我会带圆一点的东西 但是这个圆呢 你可以我一般会选择珍珠比较多 我就不太选择那种金属 嗯 然后你看我就带圆的 但是一般在带圆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要么就是这样 这样短一点 然后要么就是在锁骨上面一点点 反正只要在锁骨加脖子的这个空间哦 它的形状出来是圆的 你都可以随意蹦跆 但一定不要超过它的领孔 对但一定不要超过领孔 你知道如果在这个项链戴到这儿 就特别的啰嗦 你一定是在锁骨脖子上的这个区域 然后带珍珠项链会更漂亮 另外一个风格呢 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有一点点 怎么讲 复古一点吧 所以大家如果是比如说 你要带这种颈圈的话 就这种丝巾项链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把 丝巾项链特别适合这种大方链 对我觉得丝巾项链特别适合这种大方链 因为我没有啊 我没有那种chock 所以我就直接用丝巾做了一个 所以你看 就可以呈现出这样的感觉 那虽然我不太合适 但是你看 在这个锁骨上面的这个范围 你就可以随意用 比如大家是觉得说 骨链截有点多 帮我往后放 就很想挑发的 就是你脖子都在长那种天合镜 就这样的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鞋领哦 因为今天确实蛮多鞋领的上衣 只是我一般在穿鞋领的时候 我就不带小脸 因为看不到 就是没必要 在穿鞋领的时候呢 反而带夸张 啊你看啊 带夸张的像 夸张的大耳环会更漂亮 有一个小tips 大家可以去买这种耳托 因为夸张的耳环一般都还蛮重的 然后这个呢就可以让他不要一直垂在我的耳朵上 他可以有一点支撑力 就卡在这个地方 就这样卡住 我后面这个塞 因为有时候很重的耳环 我一直在挂嘛 所以他这个是我有个扫耳朵 虽然也还是重啊 但是 就是好看啊 你看 你看 那咱这个耳环跟这个衣服还有蜜香 去年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问大家说 我穿白的还穿黑的好 结果 我们也是太热情了 去对方的那个 去我们同行的一些红的下面说 都跟红说要穿白的 结果他穿黑的 大家学会了吗 记得点赞收藏哦 谢谢大家